台中市議員張彥彤在網上發文 經過一個月的治療診斷 那麼全家是牽中毒 那麼他表示說自己不只牽中毒 甚至多重器官發炎 還一度被發出了命危通知 還好現在都康復了 只身體很虛弱 甚至他所謂的一家四口全家當中 也包括了是台中前議長張宏年 台中市議員張彥彤 在臉書上發文寫到 經過一個月的治療 診斷出他們全家牽中毒 他個人不只牽中毒 還多重器官發炎一度病危 雖然目前已經出院 但還是非常虛弱 而他的父親前議長張宏年 和母親還有姐姐一家人 也都欠中毒住院 議員張彥彤一個多月前 莫名腸胃痛想吐 半夜睡不著肝指數飆升 六月底更嚴重到吃不下飯 無法排便肚子硬痛 七月八號掛急診住院院方一驗血 才發現血液裡有重金屬 而正常的牽指數應該要在十以下 但他的牽指數卻高達八十八 而且全家都牽中毒 毒物科醫師表示 張彥彤全家人一次長期有在使用中藥 不排除中藥是導致牽中毒的原因之一 不過中醫師也出面澄清正常合格的中藥房 要吃到牽中毒根本不可能 合法的中藥房或者是中醫診所來拿藥 基本上是不可能 因為我們一定是用合格的一些中藥廠 開始就覺得好像不舒服 然後去住院就慢慢一向一向去做檢查 實際到張彥彤的服務處不見張彥彤身影 他的助理表示議員仍在家中休息 而衛生局表示議員一家人長期使用的養生中藥 初步驗出前含量超標爆表 但到底是什麼樣的中藥 導致全家牽中毒 仍需進一步調查 記者江志南林家瑩 森局小組台中採訪報導 在一條大道的連天